今天是2024年7月3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海基政圈》 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 温杰 陪大家一起开市 比比 今日大使有什么焦点 我看着人民币 人民币再约的广告就压力大了 一起去看 未来就是7月15日 会有一个三中全会 到底在当中有什么憧憬 现在有什么股票可以陈在 盐水平级纳 比比一会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的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来的 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先跌后升的 纳指和标指都藏出收市新高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到 在改善通胀方面 已经取得了进展 不过职位空缺 就超出市场的预期 限制了市场的减息憧憬 三大指数帝害 美股是会升的 导指收市升162点 收报39,331点 标指升0.6% 收报5,509点 历来第一次站在5,500点楼上收市 纳指升0.8% 收报18,028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0.8% 欧洲股市普遍向下 科技股方面普遍做好 Tesla第二季电动车的付运量跌幅小过市场的预期 股价在急升10% 苹果和Amazon升超过1% 同创收市以及即市新高 NVIDIA亦是要跌的 跌1% AMD升4%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就是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向上 阿里巴巴比本港上日收市高2% 折合71.9毫半 另外汇控也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折合68.8毫7 比本港上日收市高0.9%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昨天升穿4万点 在4月以来首次 今早都是高开的 最新升307点 最新报40382点 首义综合指数未升6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升17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也升17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早段都是做好的 升100点左右 稍后到原本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和比比谈谈外围市况 先说美国的大市值方 联储局主席鲁威尔 昨天在欧洲央行年会上说到 需要更大信心 才会开始减息 虽然服务业的通胀较难回落 但当地工资增长正回落到可持续的水平 联储局仍然有能力 循序漸进地做一些正确的决定 而且充分意识到过早或过时减息的风险 另外最新公布的数据 JOTS的职位空缺 6月份的数据是814万个 市场原本预期是795万个 即是最新的职位空缺的数据 又是颇大幅度的好 比市场预期 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 未有一个显著放昂的情况 上天看到纳指和标指又创出新高 但就继续看到资金轮动的情况 譬如NVIDIA就继续回落 其他科技股 譬如Apple和Amazon都破顶 Tesla更加急升 美股的强势是否持续 有什么潜在风险 投资者值得留意 好 第一件事就是 我想我们之前提过 美股有一个微笑曲线 预计其实可能第一季做了高位 其实第二三季已经有些回落 的确实4月份曾经回落过 但最近美股亦比预期更加强 所以某程度上 美股比预期更强 先打我自己的嘴巴一下 但是我们的观点都是觉得 我绝对不敢看探美股 但是这些价位 如果大家再去买一些 譬如拳重的AI股 你都知道我比较保守 我觉得风险比较高 我们希望 如果美股有些少回调的话 反而是大家有个上车的机会 你说有什么潜在因素 其实有很多 第一件事就是 经济回落速度比预期为快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减息是不是9月份减息呢 其实也有一些变数 第三件事 提一提 美国真的减息 又代不代表 其实国债的涨率会急跌呢 也未必 因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大家知道上星期 美国总统第一场辩论 大家有看也知道 没有看也知道 似乎特朗普的升势或机会是上升 由于他喜欢花钱 也可能减税等等 大家对财赤等等的忧虑 是有点担心的 所以你留意到近期 可能减息预期 就算是升温也好 其实债息是不跌反胜 所以这件事为最近美股带来的波动 也有机会局限着大家憧憬减息 减息不是重要 减息之余令到债息下跌 资金回流回股市 对经济带来一些帮助 才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这件事 其实有机会带来的变化 那么究竟 另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 部分人可能 哎呦我真的不太喜欢特朗普 但是民主党会派谁出来呢 我想如果多看几个月的话 其实这个总统选据 是会令到股市大力一点的变数 所以都比较多东西要留意的 好了 举一些具体的策略 我们近期来 其实少说了一些比较传统的AI股 反而来说 譬如我们会说一些 很简单 美国会搞鬼内地一些的太阳能股 那同一个措施 如果是利用内地的太阳能股 那你可以想用得到 会利用美国的太阳能股 所以我们有提出过一些 美国的太阳能股 第二 我6月中的时候去过台湾 很热 回来香港 都是很热 我觉得全球都很热 有些人说是拉利纳的效应 那是特别热的 所以越热的话 其中一个概念很简单 冷气机枯 所以我们提出过冷气机枯 第三 暑假都是一些旺季 不一定是攀程 这些公司的 你看到美国也有邮轮 旅游公司等等 所以我们在近一两个月 其实不会看太美股 反而就是把美股的焦点 放进去其他股份 也都这么说 不单只是说AI股 其实在去年或者今年来计 一些我很留意的减肥约 就是GLP1 就是说纳和纳德 例来 这些其实都会炒到飞沙走势 所以我想 当不是说NVIDIA不会上升 但是我都不太敢 就是120元 就是一刹十 120元 110元 130元 叫大家去买 但是如果你说 完全没有美股的话 要不就等 但是等得来就买份了 因为都有其他机遇 可以留意 再说一句就是 我喜欢share我自己的 如果你说很喜欢NVIDIA的话 其实如果大家昨天有看我的Facebook 我是在想做一些NVIDIA 辉大的结构性产品 简单来说就是 我真的很看好NVIDIA 但是我觉得 110元 120元 买下去 真的过不了自己的关 那我就做一个EI挂勾 如果它在这些价位上下落的话 我大概收到年利率 大概十五六七厘左右 OK啦 好了 如果它跌到八折 即八成左右 我要折货 如果120元 八折就是8元 或者以前的1000元 我想大家也不是很担心要折货这个问题吧 所以这个 在我立场 如果本身喜欢那只股份的话 我没有病没有痛 收十五六厘的列利率 如果跌下来的话 我当打了个八折去买NVIDIA 也不是一个大的风险 就等于我之前 或者我现在还在做的阿里巴巴一样 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就是 你可以继续看好AI 但不一定正固地买下去 有很多投资工具帮到大家 但是 当然时间关系 我只能够举一反三 告诉大家 美股我们是希望有回吐 从而让大家上车 但在未回吐之前的话 在AI股 你可以用其他的投资工具 又或者你放眼其他的行业 都有些投资契机的 是的 譬如大家对NVIDIA的ELR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给Facebook视频看 或者真的想详细点了解 因为我看你给的资讯是很简单的 给大家一个idea 可以PM比比的 你会认的 是吗 会认的 但因为我很坦白说 没有一种产品是适合所有人的 也有些结合性产品 只是供货一些 我们叫PI 就是专业投资者 就是有800万的投资金額的人 所以在社交媒体里面 讲这方面的资讯 其实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我只能够就是 我之前做了阿里巴巴 收紧15利息 每个月都很开心 年利率 现在我觉得突然叮了一声 NVIDIA 我300元、500元、700元都没买了 但我仍然都是看好它 那你叫我硬挖现在买下去 我知道一刹十 都是说一千元港元而已 买几手 我们就叫买几手 买几股 放在家里没问题 但是最简单就是做个挂钩 我叮一声 我又看到因为磕比较大 其实那个叫做 其实大家知道 做这些结构性产品 其实是一个short put 我所谓的15厘 其实是期权金来的 磕越大 期权金就越丰富 所以原来做美股 腰还会吸引 这些人都会发生的 这些人都会发生的 还是会发生的 那些人都会发生的 这些人都会发生的